今天我們應該會完成三個學的基本筆記 你看到只有十九頁 我會用一堂時間講完 不過我可以講一句 Tricolometry 理論上 你在 Core 第十課 理論上會再學多一次 那時候這一課書會用大約一個多星期去教 起碼教七、八課 但我們今天就一個小時多點搞定它 我再知道這些話就會講得比較快 如果你發覺不懂不要緊 因為有些已經忍不住截筆記了 你發覺這筆筆記和以往的筆記有些不一樣 知不知有什麼不一樣 這筆筆記和以往的不一樣 就是這筆筆記一條PASS PAPER都沒有 所以M2不會考這筆記內容 但是你不學這筆記的內容 你就學不到M2的下一課 挺矛盾的 所以這筆記的內容 你最重要是有少少初步認識就可以了 不需要背 因為我們M2不會純粹考基本三角 學這麼低B 那當然你說 如果基本都搞不定 那下分不記 那些什麼Cumpart Angle更需要 不是的 Cumpart Angle到時候有公式送給你的 總之呢 今天呢 你學這個三角 你抱著一個 不需要精 但是起碼你明白裡面的東西 那就OK了 好 2021號 看看你們的做法 好 沒問題的話 首先 基本三角 起碼基本 SY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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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GENT 你要懂得分手 即是對斜輪斜對輪 那我猜你們記得到的 那記不到怎麼辦呢 那 在M2 記不到是沒什麼所謂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下一份筆記 你預告了 我們M2考 只會考三角恒等式 就未考三國學的形容 即是不會無端端給你一幅圖 然後動棵樹 然後動個人在那裡 然後就問你哎呀 那個樣角是60度 究竟棵樹有多高這些呢 告訴你MV1不考 MV1玩Sycle Tension不是玩這些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 MV1玩Sycle Tension玩到什麼呢 你可以決定一下一份筆記 看看一看的 恐怖是 好 那但是呢 那你說煙憤筆記有沒有東西 是不是真的又不用記呢 不是的 有三個新的Tricolomative Asus 你要認一認識的 是的 那三個都很怪的 那首先是Cosan Tension 那你們就認識啦 那人們為了方便計數起見 那人們會Define新的Tricolomative Asus 首先這個就叫做Coscan 那我下面寫了全寫的了 Coscan 我們讀做Coscan的 真的 Coscan就是啦 很低V的 1overside就叫做Coscan的了 那為什麼要寫做Coscan 不寫1overside呢 因為我們計數呢 有時候不想出那麼多份數 即是如果你有時候計數呢 經常見到1overside 1overside 那數學家懶就寫Coscan的了 那麼Coscan都不夠懶的 懶的話呢 會寫成這個款的 C-S-C-Veta Coscan 那當然呢 你寫成C-S-C 你發覺很大劑的原因 一個響音都沒有啦 你都不知道究竟怎麼發音的 C-S-C-Veta C-S-C-Veta 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會寫Coscan Veta 即是用五個英文字母去表示 起碼你看到一些響音 你知道怎麼讀 但當然啦 在索外來說呢 別人基於統一關係 那所以呢 所以很多的 都用三個英文字母去表示 那Coscan呢 都是寫成C-S-C 好 第二個 那麼 同一道理啦 1overcos呢 別人會叫做C-C-C-Veta 那麼 那麼 這裡也是很討厭的 因為整天的同學呢 是調轉了的 1oversi 這個是S字頭 他走出來的那個就是C字頭的 Coscan 相反 1overcos 他走出來的那個叫做C 是S字頭 剛剛調轉了 剛剛調轉了 那麼 所以你不要撈亂 是調轉了 那麼很合理啊 那麼 1over 那麼 所以 這些你除了硬背之外 你沒有什麼辦法的 就好像一開始你學Sign Coscan 你不學什麼 對斜輪斜對輪 你不背你都死了 好 最後啦 還有一個叫做Cotangent 1over tangent 我們叫做Cotangent 好 到這裡暫時有什麼大問題 那麼 多了三個東西 叫你記一記而已 記囉 沒有辦法的 OK 那麼 當然這三個東西 就不會在你的計算機出現的了 那麼 所以如果你要計這三個 Tricolometric Ratio的話 那是非常簡單的 例如 Coscan 30度 怎麼計算呢 就有1over 浪費30度 那麼你讀機 就讀1over 浪費30度 但我說過你沒有什麼機會 讀機的 在M2裡面 那麼Coscan 都是這樣計算的 即是理論上你不會不會計算的 你只要記得 他們的definition 就是1over 1over是什麼你不要撈亂了 那麼大致上呢 三個新的Tricolometric Ratio 有沒有大問題 那剛才我們講過了 就不同Cycle Cycle Tangent function 究竟怎麼走出來 那這裡賣一下廣告 那剛才呢 我們上課呢 就已經玩過這個apps 那你們可以回家自己玩的 那麼 那個名字叫做Gmas 那 那麼其實香港出品的是 那間學客叫做譚 李禮芬紀念中學 是的 是的 在屯門來的是 那麼阿sir 阿斥sir很厲害的 是 是 阿斥文鋒老師 是很厲害的 他在George拜 是應該全港最厲害的人 他寫很多apps的 所以如果你發覺呢 你想研究多一點點 不是說Cycle Cycle Tangent 你想研究直線 Codracting 你對一些 座標幾何上面那些東西不熟 的話呢 你打Gmas 你想玩呢 你會研究很多東西 可以 我們想 科斯班都玩過一次 那 那 所以 我不多說了 所以其實Cycle Cycle Tangent 剛才就示範過了 那如果瘋起來的話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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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ent 即是這三幅圖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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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帶個交叉給他 我純粹畫出來 就是just for fun 是啊 OK 最關鍵就是 你一定要懂得分 Side Tangent 這三幅圖 我講過了 Side呢 就是一個波浪這樣的款 波浪 波浪 它可以保持著重複自己的 你論上 逢360度 一個循環 我沒有打個號碼 我自己假的 一會兒都有的 逢360度一個循環 360度之後可以畫上去 摸到720度左右 當然你說 反過來說可以不可以 在索色來說 沒有說不行的 反過來說 你變成這樣 當然你說 反過來說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有負角度 我們數學是容許負角度 玩這個Cycle Cycle Cycle 你可以照計的 神經病 那些傻家是神經病 你們跟著都會說神經病 這邊是負360度 好了 中間也有0度 那什麼叫period呢 就是 人家就會說 究竟 你一幅圖 要這樣叫做一個Cycle 即是一次 畫一次波浪 究竟要多少度呢 你會發覺 畫一次波浪 就要用360度 0至360度 所以我們就叫做一個period 周期 會保持著重複自己 那Size 也是 有最大值最小值的 最大一最小負一 有很大問題 沒有很大問題 是能夠拒絕的 那TotoClub 我們剛才也玩過 那他就 我們不要用波浪 來形容外 我們用什麼呢 錄影 這次你會用什麼名字 Db Db 你不是說Db嗎 沒有 不是我講的 一個同學講的就是Db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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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用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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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ine 分上就是這樣 由一開始畫的 是很脆弱的 因為當角度零到時 有個Adjacent Size 就是下面 剛才藍色的線 反而是最長的 1 其實我剛才忘記 省了一幅圖 對不起 其實雖然一直都會做 不過我現在可以寫 最高是1最低負1 那些XY 都沒有了 這幅圖 Cosine一樣 最高是1 最低是負1 那我也先抹下 重複一次 重複一次 就要用三個十度 所以你看到 我們的period 都是三個十度 而Cosine 最大是1 最小負1 那我們當然 用筆等式去表示的話 就好像現在 鋤士那樣寫法 OK嗎 沒有答問題 沒有答問題 最後講完聽 剛才聽完示範過 一開始是一飛衝天去 即我們由零度開始看 一開始是一飛衝天去 但是衝到幾小時 碰到天花板大落地下 碰到九十度的時候 是吧 九十度之後 戴了地板 再重複生 碰到一百八十度 你發覺 就會重複自己一次 聽盡這幅圖 我們會怎麼形容法呢 以前那些 好像中 即是怎麼說呢 文采圖國 它會用一個中文字來形容的 瀑布 一個中文字 你有沒有見過這個中文字 是呀 村字 他幫我 古文寫法 你發覺很像的 聽盡就是 整個村字 但是小心點 這些東西幫你記 到時候我問你聽盡褲台什麼樣 你不要答我村字 這樣不行的 最終你調描述的話 很難的 就說0至90度就increase increase to infinity 接著90度至180度 就又負infinity 升上去0 你數學要形容 是這樣形容的 好了 Period是180度 因為180度之後 你發覺它再畫下去 是不斷重複自己的 Tangent的Period不同 Tangent的Period是180度 它用360度它已經畫了兩次 好了 Tangent也說過了 沒有上下沒有下限 OK 沒有上下沒有下限 所以基本cycle 三幅圖你要記一記 旁邊的三幅圖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自己研究一下 都會搞成這樣 沒有興趣不要緊 因為將來我們學微積分的時候 會搞 學defensiation會搞的 因為那些現在你看到的虛線 叫做漸近線 Essentals 去到M2第七課 才會正式研究 現在所以我們就不理會了 好 還有沒有大問題 沒有大問題 我們說下去了 那現在你看到 cycle sine tangent 都是說一句 有時候就正 有時候就是負 當0至360度的時候 那什麼時候正 什麼時候負呢 或者有什麼特別數值 你要負負呢 就全部在第三頁筆記有說 首先第一件事 那我再說一次了 在M2呢 我們cycle sine tangent 是要給except value的 except value 你不要跟我 啊份卷沒有寫except value 一定有寫的 份卷的foony 就一定有寫的 在M2 所有answer 要是inexcept value的 是不容許近似值的 OK 所以呢 你的cycle sine tangent 都是要用 except value的表示的 就是你form 3 背了那個表呢 你call啊 都可以不用 但是你用M2 一定要用 如果你仍然未背 的話 就麻煩你慢慢背 他了 我打了一顆星星 你沒有了這個表 我不知道怎麼辦 那當然有規律 以前也背過了 很有規律 這個表 是不是 OK 好 首先這個表的數值 我不多說了 你如果不知道這個表的數字 怎麼來 你找回form 3 2 2 好 第二件事 就是 你發覺 sine有時候 數值是正 有時候是負 原來也挺有規律的 我們先研究它 不過先研究這幅圖 sine0度就是0 sine90度就是1 去到sine180度是多少 你發覺看一幅圖 再一次 這個規律你也要記一記 就是sine1次由0開始 去到90度是1 去到180度是0 再到270度是-1 最後再回到360度是0 規律是010-10 你要記一記 這些special angles都要記 即是90度 180度 270度 360度 你不記得一會兒 你繼續計不可以 不過當然也不難記 如果你記得去波浪 那就是010-10 同一道理 Cosine Cosine 如果你記得是Duby 那就是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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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沒有答問題 那當然了 你有沒有看到我 為何會skip Cosine和Cosine 呢 原因你可以記 寫出來 就是just for fun 是 Cosine 對 Cosine和Cosine 你反而是不需要記 下一課 你就知道為甚麼 因為N2 就算是N2 九成的題目 或者九成半題目 都是圍繞sino sino 那酷斯琴和斯琴何時會抗用 就是去到微積分的時候才抗用 所以暫時就不要管 好,最後Tangent 我講過Tangent,小心點 Tangent一開始是零 90度的時候會點的話 90度的時候會衝上天花板 但其實我們會寫什麼?我們會寫Undefined 知道為什麼嗎? 它是不是真的去到正無限呢? 不是的,Tangent到90度的時候 同一時間,你在Positive Infinity會找到它 但你Legative Infinity也會找到它 或者可以這樣說 兩個地方都找不到它 Tangent 90度在圖上是不存在的 沒有可能Tangent 90度同一時間 有Positive Infinity和Legative Infinity 所以我們會叫Undefined 或者可以這樣說 到N2第六課 我們對這些東西 Positive Infinity和Legative Infinity 有更好的處理方式 因為我們會學Limit 一幅圖極限 但是我們會研究一幅圖 極限可以到哪個位置 會研究 到時自研究了 現在不多說了 當然了,所以你記得 就是它90度到270度到Infinity 另外那三個地方是零就完了 好,有沒有大問題? 基本上你要記制Cosetangent Cosecensecens和Tangent 你可以不理會它 好,你們有沒有大問題? 我再說一次 這個暫時都是Core Core 但接下來我們要去M2 M2 搞完M2 它便會剩掉 好了 因為說起微跡分 所以要說這一點 在M2說 我們的角度會用另一個進制表現 就是弧度 Radiant 在弧度 其實來說一條角 有多大有多小 不过我们平时就有这种角度 但原来我们可以用拍去表示一张角度有多大 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 一个圆形,现在在你的图图来说 一个圆形,如果一个圆形的radius是1 我们就像刚才玩Cycle Size的unit circle 我们逢玩Cycle Size Tengen 我们有时候画圆形去研究它 那个半径都是1 好,我想问一下,当转了180度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圆周的弧场是多少呢? 6小时打了,Pi 知道为什么是Pi? 红色的线长度是Pi 人家说的有信的吗? 对,因为圆周是2PiR Circumference 整个圆周是2PiR 即是2Pi 所以一半就是Pi 整个是2Pi,一半是Pi 这一半就说Pi是180度 那一半就说Pi是3.141 不敢说哪个是对的? 很细致的 最后的数学来说,两个都对的 或者以后,弧度是很变态 好像精神分裂一样 你计微积分,以后你就知道 这一半的Pi仍然说是角度 下一行的Pi就是长度 是可以很变态的 不过暂时,我先不要弄这么复杂 因为微积分也未有耐 起码下期才是 所以现在再一次 当你如果万一在一份卷导日子 计Cycle,Cycension 看到有Pi出现的话 请提醒自己 其实我们叫Radian互动 Pi就刚好代表180度 OK?有没有大问题? 当然了 再说一次 弧度什么时候会狂用? 就是当你做微积分的时候 鲁士也有说 为何做微积分 我们的Cycle,Cycension 一定要用弧度 到时候再解释 其实一会 应该下期第六课都会说到 为何我们计Cycle,Cycension 计微积分 一定要靠弧度 为何角度不行? 原因就是 Memes是一样东西很坏 好了 第二样东西 你要懂得转 就是在这一课 我们不要说那么复杂 我们就要说 Degree和Radian之间 如何做转换 其实应该很简单 因为刚好180度就是Pi 那一度代表多少? 一度如果转回Radian 就是Pi over 180 180是Pi 那一度要除180 大家可以除180 Pi除180 那你能读到0.017弧度 不是代表长度 这个数字 很麻烦 你当你自己学习 十进制和十六进制 就是这样 OK? 反过来 一个弧度 不是Pi 不是Pi Pi是180 如果我选择弧度是1 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57.2 不过这个就比较少用了 但最重要是你记得什么呢? 首先下面那条式 L是现在 假设我们用Radian 就是Pi 如果我们用Pi 去表示180度 那究竟最后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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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自己写一条公式 我自己写一条公式 L是现在 假设我们用Radian 那我想问一下 算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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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这条线 L 黑色这条线 平时你是怎么算的? 互长 压力 form2有处 L等于多少? L等于2Pi R乘以 Veta over 360 OK? 就是这条线 那我用小条 用小条线 好像很复杂 但是 我们刚才告诉你 360度可以写到什么? 在M2 180度 就是Pi 360度呢? 如果把360度写到2Pi 你会发觉很邪 L就可以写成Rofeta 调色是否简单 当然 Feta 是Inradian 不是角度 不是角度 Feta 可能已经有Pi 所以你会发觉 用Radian 去表示角度 首先 你可以令到 数学上 一些公式 简单 又包括 包括 就是我们计算面积 线型面积 Area Area 就是Pi R Area Center Pi R Square 成为360度分之 Feta 但同一道理 你试试 你试试 把360度写成2Pi 你会发觉 调色可能会更简单 Area 就会变成Pi 都弱得 变成R2 Square Feta 甚至乎 等于Rol 原来面积等于什么? 2分1 然后半径成无常 就算到 你有没有想过? Area of Center 不靠角度 原来可以直接靠半径和胡畅 两个成在一起 再随意就算到面积了 那你说这条式有什么用途呢? 在日常生活来说 真的挺有用的 如果你要计胡畅 或者你计一块pizza 有多大 假设现在 你现在看到这块是一块pizza 我想计它面积 你会怎么计的? 如果你是Farm 2 你会怎么计的? 如果这个Center 是一块pizza 假计真的你去到pizza 看了一块pizza 你真的可能要计有多少卡路里 要计有面积线 那你怎么计? 你会怎么计的? 你会带个梁国气去计的 你会计算角度 你会不会带到梁国气? 不会 但是那些人就说 不要紧 你没有梁国气去计算角度 你计算半径 接着过胡畅 你就知道一块pizza 有多大 就是 半的很容易 你会带着一块pizza 你会带着一块pizza 不会带着一块pizza 不会带着你 你梁国气更加不会带 胡畅 能计算到呢? 能计算到的 胡畅你怎么计算 你知道吗? 小话都懂得计算 我见过这些同学怎么计算 你知道吗? 女同学尤其是 一定做得到的 撕着头发 对 然后挖一挥 然后挥拴 然后看他的头发 有多长 那期间 难道这别人就行 起码我不行了 但这两条公式 我们暂时 不会考虑 这一步的东西 遲些会出现,但不在这一课 所以你不需要先够背功识 反而有些东西一定很重要,你要背 我们讲完,接下来就休息一下 这一页就一定要搞定 因为我说过了,我们现在在第四,或者在第五课 我们会专门研究Cycle,Cycension 那些什么叫Ark Link, Area那些,你先放在这一课 但由于我们要计Cycle,Cycension 我说过了,在M2我们只会考Special Angle 我们只会考Special Angle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如果Special Angle 30度,45度,60度,转回做Radian 究竟会是多少呢? 例如30度,180度除6,对不对? 所以你会见到Pi over 6 45度就是180度除4,所以Pi over 4 60度呢?Pi over多少? 60度等于180度除4? 3,Thank you so much 那就是Pi over 3 90度就当然是Pi over 2 那现在这个表我给你一点时间搞定它 这里的所有Special Angle 迟些会出现完 超过90度我们都会玩的 OK? 那你先完成表,我给你一点时间 我再说一遍 120度你又怎么计呢? 180度是Pi,120度是多少分之多呢?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120度可以写成90度加30度 但其实90度很笨,你要做加数 第二个,120度可以写成什么呢? 没有啦 120度简单点 什么Asimple,60度乘2 对吧? 60度你找了嘛 Pi over 3 所以120度就是2Pi over 3 我们就这样写吧 2Pi over 3 135度呢? 45度乘多少? 乘3 所以3Pi over 4 所以你说难不难不难? 你肯用脑就OK啦 30度乘5 这个是 所以是5Pi over 6 到最后我说过180度是Pi 好了,接着另外两项 应该自己搞定 没问题的话呢 接着我就写回答案 看看对还是错 再一次,表比较重要 你要记一记它 尤其是记一记第一行 0至90度的Special Angles 你背了它就告诉你 你计数快很多 你不要到时候职场反正 始终 常有些同学看到Pi over 6 什么多少度啊 死了,你慢慢做的话 再一次就连续有获货书都不行 好 那问题的话 210度写回 7Pi over 6 来的 那我们用回假份数表示 225 应该是5Pi over 4 45成 5Pi over 4 240度就是6 44 4Pi over 3 240度可以写成60 到乘4 4Pi over 3 270度就是3Pi over 2 再继续下去 300度是5Pi over 3 5Pi over 3 315就是7Pi over 4 到最后330度 应该是11Pi over 3 6Pi over 6 最后360度就是2Pi 就是你不会计算的话 其实你只需要背了第一个组织 第一个组织 就是你背了30度 40度 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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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度 下面全部都做成数成出来的 差点就是310度 是哪个组织成多少 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输了 310度 40度 你都不知道 好了 首先你有没有大问题 没有大问题的话 接着下面就 开始要懂得看这些东西 就是再说一次 接着我们的cycle 是有机会用radiant去表示 但是M2 一会你们知道很烦 M2有时候用div 有时候用radiant 所以两个进制 或者两个制度都要懂 如果现在人家说 Pi over 6 那就是你计算多少 浪费30度 我就是在计算 但是当然 你虽然知道是浪费30度 但是呢 只可以说一句 没有人会写这一件东西出来的 当你做radiant 运算的时候 在M2是不容许你再出degree的 很变态 M2再说一次 当一条题目 如果本身已经用了radiant 的话呢 你就不可以用degree 一条题目 本身用了degree 你不可以做radiant 一条题目 只可以用一个进制 不是一国两制 这个 不同 你平时中山玩什么十进制 十国进制 自由转换 不行的 我们这个很极权的 在这个三个角度很极权的 这些题目是用radiant 你只可以用radiant 当然你心里面就可以想 你心里面可以做这些东西 甚至你算错都可以做这些东西 提醒自己这个 浪费30度而已 不要怕 不要怕 但是 你步骤要立刻写回 二分一 你就不可以再出degree OK 一出degree 立刻透分 这条题目是用radiant 而你一写degree 立刻透分 你当算草 写回tangent 45度 我告诉你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要当是步骤 我这样写 一定死的 OK 好了 所以cosi pi over 2 即cosi是多少度 pi over 2 即是90度 是不是 你要提醒自己的 其实是90度 cosi 90度 不用读记 那是90度 是0 好了 但是你发现有些东西 应该不可以 是吗 例如 浪费3pi over 2 不要玩我 真的浪费多少 3pi over 2 蛤 什么呀 3pi over 2 你看看我表 270 好了 270 我再一次 比用计数机 但是不用计数机 你记不记得如何计算 0-1 0-1 0-1 当然了 有些东西你可以直接背出来的 但是有些东西就应该不得了 排车有些东西 真的可能要刺激 隔壁的 隔壁那些 但是其实呢 又很变态 我说 M2给刺激的吗 一会儿 我告诉你 5-6-7-8-E-4 都不给刺激 是的 但是一会儿跟你说 不刺激的情况下 如何计算5-6-7-8 240 4-8-3 但是 240 4-8-3 但是 当然我说过 C-5是无法直接刺激 那你会变成什么 1 over cos 240 如果你真的要刺激的话 你只可以这样做 1 over cos 240 当然了 用计数机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 答案难不难 很漂亮 答案多少 2 好 Coscan 7-8-4 那一样 7-8-4 你不惯会 对上面的表 应该找到 就是Coscan 3-8-1-5 那我说到 算了 好了 1 over size 3-8-1-5 这次答案难了 难了 难了 因为是-2 over root 难的是 当然你不知道 你不懂 -2 over root 但我告诉你 应该会刺激到这个数字 你只会刺激到一个 一个数字 应该是-0.707 对不对 不是-0.707 你会刺激到-1.414 你会刺激到-1.414 讀到-1.414 但以後讀N2就要給-2除開方2做答案 甚至乎要給-開方2做答案 但怎樣給到-開方2做答案 就不如再講 Cotangion Cotangion11pi over 6就是Cotangion330度 等於1 over tangent330度 同一道理 現在就讀機了 讀得很過癮 是不是 不過仍然說一句 將來你就知道不能讀機了 你現在讀機應該-1.73 是嗎 試一下 over tangent330度 Mass Error 不會 理論上你會讀到-1.73幾 其實它真正的Exact value是-2.3 你又不知為何會是-2.3 這裡有個謎 這裡也有個謎 這裡也有個謎 OK 最後了 CotangionEvita 有跟我讀機後就發覺了 不是很對腦 CotangionEvita 即1 over tangent360度 即1 over tangent360度 但你發覺了 為何無法計算 為何Mass Error 原因Tangion360度 是0 所以這個Undefined 有很多計算 OK 好了 但你看到我全程沒有讀機 為何會計算得出數值 為何會計算得出數值 背出來 背出來 又不是 哪裏背到那麼多 那麼多特別角度 Cotangion Cotangion有那麼多 所以Break完之後 放心 你們接著會計算 要計算 其實-2 負開方2 你要計算 我幫你先休息一下 Testing Testing 那我繼續講下去 後排包 你除非想 12點都可以 可以 我剛剛講過 去到M2 其實你不可以用計算機 所以 遇到Special Angle的 Chicolometrics Asus 究竟你如何計算它們的數值 還有一次 甚麼叫不可以用計算機 其實別人很簡單 M2 那次 所有的答案 都叫Exact Verity 你讀機 你未必出到開方數 你太天真了 你太天真了 你去到下一份筆 你就知道 你讀完機 那號碼 二次方回去 都是那號碼 為甚麼 你下一份 好 好 那所以 你要靠真功夫 跟著 回來的東西 其實 Core的東西 又是 這一份筆記 一 這頭就 M2 那頭就回到Core的東西 因為真的分不開 Core 也會教 接下來這一部分 就是 教你如何分 Core Core Tension 何時正 何時負 不過其實都很容易分 為甚麼呢 因為 首要條件 你要記得 Size 圖 整個波浪 你記得 剛剛 今天才教完 你當然記得 整個波浪 那 零 那 它的規律是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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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負一的時候 就是270度 90度 90度 就這樣去 其實所都知道 是吧 最盡是1 最小負一 幅圖比較蒙 所以寫了全部 所以 你發覺 再回到表上 在0至90度 是正 90度 至180度 是正 接著 180度 打壓就是負 270度 到360度 都是負的 這樣去的 那你看圖 應該都不知道的 正正負負 OK 當然了 cos cos 就是 低 所以你看到圖 一開始就正 接著 90度 打壓後 就負 180度 打壓後 都好像是負 但回到270度 之後 就是正 它的規律就是 正負正 就是一開始是正的 雖然 然後是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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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正的 OK 正負負正 你看到上面的表 就寫了 正負正 OK 用90度 做一個區隔 就是 就是 擴充了2v4 接著 tangent 正負正負 我不多解釋了 tangent幅圖 OK 是正負正負 自己寫了 那些角度 覆圖給阿蒙 91 80 270 還有最後360 OK 好了 那些數學家 又是數學家 又來了 那些數學家 就發覺了 很有規律 好比好 即是你看到 你見到那些規律 你看到中間的表 正正負負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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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去描述這個規律呢 你怎樣去描述這個規律呢 對了 結果那些數學家就說 有發明了一幅圖 叫甚麼卡士圖 CAST CAST 甚麼意思呢 即是 首先第一件事 你還記得 甚麼叫帳限 1234 即是當有個XY座標平面 即是兩條軸 那就是CAST 1234 這是我們方分學的 好嗎 記得嗎 第二件事 我們會將零 90度 180度 270度 這樣放 為甚麼零度要放在 我們的右手邊 為甚麼零度要放在這裡 你知不知為甚麼 知不知為甚麼 搞錯 太低層次了 零度放在這裡 究竟是90度 180度 270度 似乎甚麼似乎 普通 極座標 你知不知甚麼叫做極座標 即是 有幅圈圈 然後有些圈圈 好像打機 雷達 然後有個座標 究竟這個座標是甚麼 開始就數有幾個圈圈 1 2 2 3 這個座標是第三個圈圈 然後角度呢 那角度是零度 這個就是零度 所以跟PolarCordinary 一樣的方法 這個Nexcel是60度 PolarCordinary 30 60度 它將PolarCordinary 角度這樣放 0 91 82 70 第二樣東西 這個有沒有大問題 第三樣東西 就是英文字母 Astc 代表甚麼意思呢 A 代表 all 即是 他就說 告訴你 all is positive OK 接著 Cordion2 它用s 代表 代表 side is positive 接著 Cordion3 當然不需要多說 T字代表 tangent 就是positive 到最後 cosin 是positive 當 去到 Cordion2 3 4之後 Cordion2 是positive 有個隱憾意思 就是cosin 和tangent 就是 negative 你們看到 表的 而且確實是 當90度 至180度 的時候 sine 而且確實是positive 每個人是negative 當你到cordion3 180-270度的話 你會發現t盡是positive 另外270-360 到最後270-360 cordion4 sin和t盡是負負 cosin是positive 你會發現是很有規律 於是我家最重要就是看到這樣的規律 cordion1不用再說 all is positive 就是全部都是正的 好 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叫做cast 當然 為什麼背這篇圖呢 其實我們不會用cast去背 因為原來是次座 我們的正式次座是什麼呢 對 是astc 不是cast 是astc 但astc這個字很難記的 原因都不是英文 是吧 astc 上完了 astc 到最後了 書怎麼教同學記這個次序呢 astc a for 什麼 真的 好像小學生一樣 我們接下來就要想一下 a for 什麼 astc astc 結果書有句口訣 要做什麼呢 add sugar to coffee add sugar to coffee add sugar to coffee 對 就是astc 你可以記住口訣 但是當然我平常喝咖啡 我不喜歡下課 那你不要記了 as sugar to coffee 因為你們有些師兄很脆致的 astc 他作了另一句口訣 你會不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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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c 你會不會說 你會不會說 一句口訣 你會說什麼 你會說 沒有啦 你會說 還是太差了 他們怎麼做 a r sir tu sir 你知道什麼嗎 chip chip 真的嗎 不是我作的 我不會作這些 你師兄會作的 外面當然 有些學生也有作 astc astc chip something like this 總之 無論如何都好 總之幫你記到口訣就可以了 總之是astc 有一個次序 你就是對astc 你就明白 大致上這樣玩法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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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記得 好 thank you 好去吧 有沒有大問題 那當然了 你要設分什麼時候負呢 其實有什麼用呢 在cora來講 我們要設分正負 其實都已經很足夠了 但是在m2就不夠了 所以 學完astc之後 理論上 接下來的就是氣動了 旁邊的版 嚇死你了 真的 這一版 在整份筆記來講 其中一個大重點 你搞不定的話 我只能說一句 你接下來都沒有好日子過 cora都會教這件事的 但是cora就比較少用的 cora說真的 如果考這些叫做三角恆等式呢 它只會考得很低層次的 ok 好 但是當然了 什麼東東呢 這些色呢 其實 其實非常簡單 我說得非常簡單 但是這裡你大大壞壞壞 有多少條三角恆等式呢 21條 21條 你們學了多少條呢 其中那3條 就是哪三條呢 cora中溫那三條 全部就是 form3教的 cora中溫那三條恆等式 你們學過了 就是side 90度-pheta co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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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TA是0至90度做這些行等式 但到最後它們是三角行等式 所有東西都是三角行等式 即是究竟我們假設FETA是0至90度 一開始 但最後我告訴你 其實FETA是多少角度都好 這些三角行等式都是一定對的 不過首先是什麼意思呢 FETA假設在0至90度的原因就是 當如果FETA是0至90度 90度減FETA就是擴進1 90度減FETA應該是不知多少度 不過一定是小角度 所以90度減FETA我們是擴進1 OK 如果你假設FETA是0至90度的話 我希望你明白為什麼我們90度加FETA會叫擴進2 90度加FETA剛才達到擴進2 因為90度減FETA 但是擴進2你發覺有兩個玩法 90度加FETA當然是擴進2 但180度減FETA也是擴進2 如果當FETA是30度或者40多度的時候 90度加FETA也是擴進2 180度減FETA也是擴進2 都是達到0至180度之間的 那麼他們相關的三角行等式會是怎樣呢 一句說完 你不想背這裡21條行等式呢 再一次 你背不到不是M2出事 是Core出事 Core下位的 但是你不想背這裡21條行等式的話呢 你記得這句口訣就可以了 這句口訣又不是我作的 口訣是坊間補習社的一個數學老師 名詩作出來的 什麼叫做正負看象限 我直接示範一次給你看 示範一次給你看 象限 你講眼 好了 首先你看到就是正負就是我們這個表 其實有些負好的 那我介紹一下一些負好的 我現在走出來 負好的我特意用紅色表示 你們的份筆記當然沒有紅色 那我看你留一點顏色再說 那我首先 highlight一些負好的 OK 好了 那些恆等式 例如什麼Size90度加Vita Cosize90度加Vita也好 那究竟什麼時候出正什麼時候出負呢 就要看一下究竟 一開始這條恆等式 那個三角銜數究竟是什麼 例如呢 例如Core中2哪個地頭 哪個地盤 我們叫做 是的 是Size的地盤 你在我地盤耍耍耍 什麼叫你在我地盤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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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關於涉及Size的恆等式 最後全部都是正的 Size的恆等式 這個都是正的 這個一開始 其他Cosize Tang 옌 這些東西都不是Size 而在Coredance 2 到上面裡 如果有恆等式的话,结果你发觉到这里会有多些什么 就是多了一个符号 总之一句说完,在我地盘玩意,你死得很惨 就想个符号给你弹 所以这个concept,一会儿下到cordion3也对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cordion3,哪些恆等式是没有符号呢? 就是听准的恆等式没有符号 只有听准的恆等式没有符号 但是当然记得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因为同学就记,那是Cordion4,是Cosai地球 Cosai地盘,经常是地球 Cosai地盘,Cosai地盘 Cosai的恆等式就没有符号 但是这样记法也很危险 什么是Cosai恆等式? 你见不见到这条? 这条是Cosai恆等式? 不算是 什么是Cosai恆等式? 我们讲前面的东西 Cosai恆等式才会出一个正好给你 其他的恆等式就会给你一个符号 这个就是正负看象限 你想知道一条恆等式最后走出来的东西是正定符呢? 首先你看看它是Cosai恆等式 究竟Cosai恆等式是哪个地盘 你一定要背到的 所以ASTC,你背不到就输了 OK? 好,第一样东西 有没有大问题? 好了,希望你才能分输 第二样东西 直变环不变,什么是直? 什么是环呢? 在我们这个图上来说 直就是代表这条线 就是关于90度和270度的 我们仍然可以是正 当然,0度加上360度 我们现在要叫做环 180度都会叫做环 OK? 一条直线,一条环线 直线上面的角度就是90度和270度 在环线上面的角度就是180度和360度 什么是直变环不变 就是逢亲你留意一下 逢亲涉及90度和270度的恆等式 本身是Sai的会变成Cosai 本身是Cosai会变成Sai 本身Tangent会变成CoTangent 这些叫变 你和Cosai也见到 就是Sai变成Cosai Cosai变成SaiTangent 变成CoTangent 这些我们所谓的变 好了 什么叫不变 我理解理解 不变就是你留意180度和减Feta 180度减Feta 凡亲180度减Feta Sai会出Sai Cosai出Cosai Tangent出Tangent 這就叫變 同一道理 你見到186加都是這樣的 sine會保持著sine cos保持著cos tangent 保持著tangent 這叫不變 但270度你見到全部都變 sine變cos cos變sine tangent變cotangent 好了 所以整句口訣明白不明白 你明白這句口訣的話 要用21條恒等式 你根本不用悔的了 你不用選一倍了 因為到最後叫你自己砌出來 我猜你都懂得砌 就好像下面的例子 cosi90度加β 首先正負體象限 90度加β corgent2 corgent2是哪個地盤 好像是cosi cosi在地盤玩一盒紫色 就先把虎β 我顧好之後 究竟變不變 人家90度加β 你會發現它會變成sine 所以最後出來就是 就是cosi bina 那這些我們所謂的三角恒等式 在我們corg corgent2有很高很常見的 我亦都可以講一句節目 如果有21條恒等式 是不是 多不多 多不多 多了 你方非學了一條恒等式 三條 不是 我方非你還有兩條 你方非學了五條三個恒等式 是不是 但是來到m2 你將會學50條 這個21 暫時21 50 不嚇你了 我印給你了 你揭下第二問 可以的 那些恒等式都會說到你不相信 對 有些在考試會送給你的 不用你背 但是有些你要記 現在這些你要記 那我會覺得詳細一點 所以OK 好了 那用又怎樣用呢 就是在剛才我們的題目上用了 例如 你要計浪費120度 你不可以用計數記 究竟你又怎樣計呢 你現在是第八頁 對不起 現在我們馬上試一試 這次浪費120度 浪費120度 不給浪費 浪費120度 那首先你就要想一下 120度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有兩個方法要做 180-60又可以 180-60是可以的 又或者是 90加30都可以 那當然誰容易做些 我喜歡180度減 那些東西不用變 那當然了 浪費180度減60度 你要設化 死吧 你不要再寫 浪費120度 劈死你了 真的沒有做過 對 有些很趨智 當然你不要拆開 有些跟我以前是拆開好的 那你看到第二份筆記 就已經第一封面 就已經跟你說了 我們是不能拆開 所以我才會派了第二份筆記 給你 不要拆開 所以你只能做些什麼 就是用三角行等式 就是剛才的二十一條三角行等式 可以 可以 做一次給你看 OK 那變成做什麼呢 首先 正負體象限 本身 本身是浪費的地盤 所以我寫回家好了 我特意寫回家好了 那我提醒你 首先是正的 應該 序津 2 是不是 浪費 那當然不變 好 然後直變 橫不變 180度是 橫的 OK 序津2 兼橫的 所以橫不變 就是浪費60度 浪費60度 就是等於 3 over 2 這個你要記 那你發覺 在不用計算機的情況下 就會計算到這些叫做 三角數值 那當然了 我剛才就說了 30度加30度 可以嗎 那當然了 如果你寫作90度加30度的話 那你發覺 首先 它是正的負 浪費 在序津2 玩行等式 它都是正的 OK 但是這次它會變的 因為90度 所以它會變成 庫津30度 那當然了 庫津30度 你一樣是 3 over 2 那所以呢 你不需要怕 死吧 那如果用186減 或者用196加 好呢 一兩樣都做到答案 但如果你說 我會喜歡哪個呢 我會喜歡用180度加減 原因 不需要變 會方便些 OK 什麼叫方便些呢 即是135度 我用回 sin 180度 減45度 OK 然後又用行等式 就要寫回 sin 45度 那就變成 2 over 2 那當然啦 還有150度 sin 180度 減30度 結果 變成 sin 30度 那就變成 1 over 2 那你發覺 就是這樣 不用計數的情況下 可以計算所有的 那下面那一條 你自己試一試 就是 如果你記得 口缺的話 你不用兩月不記錄 揭來揭去 什麼叫不是 好 首先我先寫回 用行等式 180度加30 應該用180度加 我再說一次 用180度的好處 就是你不需要理解 要變不變 只需要你去正負 就OK OK 那當然 逢親什麼叫special angle 你都知道 一定是配些 35度 即是配些 30度 45度 60度 所以你看到special angle 120度 130度 150度 315330 全部就是 最終是 30度 45度 60度 的變本加厲板 好了 這條題目 首先去到cos 應該是cos 3 但是死定了 cos 3 聽盡利用來的 所以這裡 就開始 這些答案全部都出符號 但是 在基因 直變環不變的情況下 都會保留 -cos 30度 -cos 45度 還有-cos 60度 是沒有的 180度 180度是橫 所以cos 保留 都是cos 出來 但是 因為cos 3 所以cos 會變成負 正負 體象限 OK 當然 except value 如果再說一次 這些是你背的 你還沒背的話 就麻煩 加加把勁 因為遲些 保留著 在m2 反而core 可能也有少用 好 最後tangent tangent 一樣 我會用的是 360度 減 因為360度 是橫 始終 我會開心些 tangent 360度 減 30度 好了 但是現在是corgen 4 的關係 你記得 ASTC是cos的地盤 所以全部都是負 等下走出來的數值 全部都是負 負 tangent 60度分別是 負 tangent 45度和負 tangent 30度 走出來的數值 看你有沒有背好表 背好表 你就會發現 應該寫得很輕鬆 tangent 30度 你可以寫1 over root 3 或者 root 3 over 3 看看你喜不喜歡 有理化 OK 有沒有大問題 去到這裏 首先 我們就是靠這些行等式 去計算任何 special angle 即任何三角行等式 special angle 的數值 就是和你玩 siccos tangent cosec 那些 當你會玩siccos tangent 就自然會玩 第二樣東西 暫時都是給你 希望你還看一看 但有機會出radion 你會知道 所以等一下有些題目 可能是radion表示 好了 不過還是那句 暫時 為了大家比較容易計 起見 所以要慢慢用 點閱計 好了 下一版 下一版 這個要小心一點 哇 這件事很重要 很多人跟我搞錯了 我說過了 你有機會遇到一件事 叫做 副角度 的 副filter OK 副filter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非常之簡單 在數學上 我們是0度 90度 180度 這樣去 當角度 是這樣轉 的時候 Polacoling 這樣轉 就是正角度 當然 如果它是 反過來 例如Polacoling 理論上 例如這個60度 我們可以 無緣無故地 負90度 寫負6度 反過來 好像玩正負數 但當然 你不需要想到這麼深 如果你萬一撞到副角度 其實很簡單 你當它在前面 留寫了360度 就可以 即是這一度 當副filter 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 360度 減負數 OK 因為0度 和360度 一樣 在Messi來說 Polacoling 你剛剛轉了360度 回到0度 所以 負負數 代表360度 減負數 360度 減負數 所以是負數 所以 你會發覺 只有兩條行等式 有個負數 但是最多同學錯的 就不用多說 一定是這一條 Cosine 負數 你發覺 是沒有負數 Cosine 負數 等於 Cosine 每年都有十萬九千七百個 和我坐的 OK 小心點 第一 第二 就是 如果腳帶超過了360度 怎麼辦 其實你拜IQ 都知道 剛才和你玩過一次 超過360度就當沒事 什麼意思 即是390度 那怎麼辦 就是360度加30 即是30 那就完了 當然 就這樣說 你未必不明白 所以還是要做一次 好了 又是不要用計算機 那Sine 420度 那怎麼做呢 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Sine 360度加 多少度 60 那就是360 Rufi over 2 Rufi over 2 Cosine 900 說玩得這麼大 Cosine 900 怎麼算 這次不只轉一個圈 360加360 即是720 720 再加180 即是Cosine 180 Cosine 180度 你就要靠 你沒有理由靠 三角行等式去計 Cosine 180 因為之前說過 你要背 什麼叫做背 就是這個 180度 是時候列 1 對 要寫得出來 Cosine 1 0 -1 0 -1 -1 所以剛剛好去到180度的時候是-1 那這些你要記一記 OK 那是3660度 神經病 都不知道哪個打 什麼 3600 368度 加60度 即是轉了10個圈 轉到頭都暈了 你一樣聽到60度 好 OK 有沒有回答問題 好玩嗎 不好玩 不好玩 什麼 你加上了 這些Cosine 我講過 所以字 繼續用Degree 說真的 如果是M2 一開波磚 Radiant 一樣 Sine -60度 可以馬上寫 -60度 即是等於 -3 over-2 但接下來 小心點 Cosine -330度 是等於Cosine 330度 副號可以不容易 剔掉 當然 如果寫得好少 Cosine 330度 為什麼 對 Cosine 當然 這條題目有另一個做法 我免得搞太多 總之寫了 就這樣去 C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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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lfio 2 840度 真的要刺激 等於副 Tangion 840度 840度 不用刺激 Tangion 720度 加 加120度 嘩 Tangion Tangion 120度 Tangion 還要再變下去 大佬 腹號差了 對 真的要吃招 還要變成 90加30 可以嗎 我喜歡180度 減60度 但小心點 180度 減60度 是Cosine 2 負負得正前面的腹 到最後是不見了 最後是Tangion 60度 應該是Root3 很複雜 準備了 有機會在Cosine C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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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玩到360度 好 有問題嗎 沒有 有問題嗎 計算下去 快一點 因為我們還欠1 2 3 4 差不多 最後 Cosine OK 有問題嗎 很複雜 很複雜 是很複雜的 3個行動式 玩到最後 但你如果每個步驟都明白的話 我猜你頂得住 接著去到 第10頁 剛才就是 在 三角 即是 這份筆記裡面 最複雜的行動式 現在做得很簡單 甚麼來 這份筆記裡面 是 這份筆記裡面 先把筆記裡面 改成1 剛才我們用了1 剛才我們用了1 接著 先把筆記裡面 改成1 耶 OK 剛才我們說過 如果有個三角形 斜邊是1 特別是三角形 那你發覺 當如果有個三角形 斜邊是1 Sight-pheta 我打漏了pheta Sight-pheta 剛剛好就是 這個直角三角形 到邊的長度 剛剛我們今天 一開始就說這件事 同一道理 鄰邊的長度 就是cosight-pheta 表示 可以用 所以我們照有三角形等式 就是 Sight-pheta 加cosight-pheta 等於1 Sight-pheta 就是 Sight-pheta 另外就是 Sight-pheta Sight-pheta 因為 Tanj 本身等於 對邊除良邊 那就是 方非學過這件事 是的 謝謝 那 接著 如果你再將這條形等式 第一條形等式 就要做一做除數 例如大家一起除cosight-square 那你見到 Sight-pheta 除cosight-pheta 等於 Tanj 除cosight 除cosight 除cosight-pheta 變成1 1overcosight-pheta 1overcos 1overcos 斯琴 你記得吧 浮屎封面 忘記了 浮屎封面 所以 第三條形等式 和第四條形等式 聽著 就算你去到這次考試 都不會見到這兩條形等式 不過 第三、第四 但是 你去到中四學期 你發夢都要記得這兩條形等式 堅持用的 是會的 OK 那這兩條形等式 其實到最後你背不到 因為當年師兄師姐 全部都背不到 不要緊 即場砌 你們砌得出來 OK 因為背好像容易背錯 為甚麼容易背錯呢 因為 勁班同學 到最後 不知道背甚麼呢 就是tangent二次 加斯琴二次 等於1 所以他永遠放在右手 你發覺輸了 所以 如果你不背 即是你不背 你要學識即場砌 所以 這兩個步驟比較重要 你可以打一下星星的 這些步驟 即是如果你不想背 兩條形等式的話 那你就要自己學識怎麼砌 砌也不難砌 一個步驟就打得出來 所以我建議你背一符 兩個砌的方法 好 下面有一條題目 那 三角行等式的證明題目 就是在form 3 經常有的 即是 left hand side 會等於right hand side 我們這次考試 是有這些題目出現 當然 三角行等式 送了一條 你未見過 那現在你要證明 left hand side 等於right hand side 對呀 現在我給你一點時間 做 甚麼甚麼 我們來 對答案 left hand side left hand side 不用轉 不用轉 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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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為甚麼不轉 轉了 轉了 你轉了 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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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side over coside 一定要寫出來 是吧 然後 coside over side 當然 然後 是 如果你把它寫成 tangent 加 cotangent 你發覺很難做下去 你知道為甚麼嗎 原因就是 當你做三角行等式的時候 你們其實都有教過你們 你們要證明的就是 left hand side 等於right hand side 你現在看看right hand side 阿Sir 你不想用tangent 用tangent的 你不想課學嗎 我也想 尤其是房間 然後要補課 旁邊 right hand side 你都沒有tangent 和tangent 所以你這樣做法 你去不了right hand side 好 那當然 有同學就說 通訓母 那為甚麼通訓母 又有好下場呢 原因 在通訓母的情況下 你會見到一條很熟悉的行等式 是吧 就是你們之前學了的 不是定理 未完 不要收拾東西 記住 多說兩句 那最後就做到結果了 三角行等式 其實最麻煩的原因就是 你們當有太多方向的時候 你不知道究竟哪個方向 對哪個方向 錯 那當然 那現在 碰一碰壁 那就做回合就沒事了 就是你記得當你做到 紅色的步驟 tangent 你明知道做不到下去的話 你就要想 究竟 我有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做一條三角行等式 但話說 你是可以有五六條路走的 但可能只有兩至三條路 去到終點而已 所以下一堂 會再在另一份筆記裡 即是在compan angle那份筆記裡 狂念三角行等式 不過當然還沒完 下一堂 都要帶回這份筆記回來 因為我們還沒教 最後一項 叫三角方斜 你Form 2學過 Chicolometric Equations 但來到中四M2 版本會變 即是比較複雜一點 那我們今天教不完 所以記得 下一堂 就不是下個星期六 下一堂是聖誕聯歡之後 二十號 那我們在二十號和二十一號 就應該會完成了整個三角學的了 再包上compan angle 還有一次你不回來 我只可以講一句了 compan angle 有些同學覺得很容易 但我告訴你 根據個人 慣例 炒得最緊的 反而是compan angle 為甚麼呢 剛才我講的 但是 下條三角行等式的證明 提給你 你一開始 已經走錯方向 而你不懂 怎麼回頭的話 你是不可能 答得對的 好 所以就記得 那兩天補課 是呀 你最好回 因為你不明白 我馬上問 好 沒問題今天是這麼多 好